洪一峰的歌声在低音领域最动人 素来有低音歌王之称 但能够成为公认的宝岛歌王 引领台语歌坛发展 创作品才是关键 回顾洪一峰的音乐录 从小就对音乐有高度的敏感性 高中时期靠着看书摸索 学会自弹自唱 毕业后虽然是进这班场上班 生活无余 但难以忘情音乐的魅力 不到一年就选择离开 以街头走唱 开启自己的音乐人生 我跟我同学感情其实都很好 那因为我常常跟爸爸出去唱歌 对 就经常轻轻 所以同学就说我们来去控油 我说你要注意吗 让你两点钟 算拜托嘛 让你两点钟 你一定要回来 我心里在想说两点钟有可能 但是跟大音没起 所以我就真的去了 很晚才回到家 晚上才回到家 很熟悉 就叫我拿面湯水 他爸爸在日本高游 我妈妈还很幸福 都没来给我唯 我妈妈很不甘 他事后才跟我说 他拿到上面就跟我说 哦 拿面湯水 你就拿到上面就很难 跟你说 一支小火山 我说实话 我会记得啦 不能说我小时啊 我年纪比你大 但是我说实话 大概我二十岁开始 你这条歌在台湾 是 大街小巷都在流行 风医生真正 说得有真对 真的啊 你的时间对了有对啦 对对对 你是小时的时候就有音乐天分了吗 我是听我们爸爸说我自小时 没什么事情 就说我会跟着节奏 这样哐哐哐哐唱 哦哦哦 对 啊 因为在生长 在我爸爸洪玉峰的那种 家庭环境里面 每天都一听有音乐的嘛 啊 好好 他就是有可能在我小时 就是刻意要栽培我 所以就刻意啦 跟我互动啦 用这个节拍啦 用旋律啦 那我就会跟着他哼唱 他跟我小时的时候就好了 那除以各種樂趣都有 一開始是訓練我唱歌 然後再從鋼琴的基礎練習這樣 唱歌其實不是跟我們這樣唱而已 不是說唱的理由 他的聲音跟樂理看譜 然後每天的發聲練習 那是音階的 我們爸爸是都有去看齊 然後日修日本教育 他就是這樣很痴痛 每天就要發聲練習這樣 一天最少都只發聲 就要最少要半點鐘以上 什麼叫發聲 就有點像練鋼琴也是一樣 你一開始練古典也是要有音階 就是音階的練習 這就是要讓你比較熟悉 手會比較軟 唱歌會比較冷 讓你的音越唱越準 你小時候開始爸爸觀看比較厭 是 就比較沒有童年 所以你童年算孤獨 比較孤獨 那也比較沒有小朋友 沒有小朋友 但是爸爸他也跟我當作朋友 他都會說故事我聽 他就是在跟我小鬧 對 他就說他把我當成朋友 有講一些他的故事啦 那講一些音樂故事啦 那講一些人生的哲學 那講一些人生的哲學 那是說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對 不可以唱歌 要認真打拼 要認真餓 大了要怎麼唱歌 你就可以去唱 啊 把我當朋友一樣 對 那說什麼故事還會記得嗎 嗯 說什麼故事喔 他會說以前去日本怎麼打拼 然後 他很信心說可以去日本做歌唱 那些國民都很新鮮嘛 音樂的水準各方面 然後 他們那邊也蠻愛我們的台灣歌謠 對 所以就一段時間上去 對啊 他剛才跟我說這些故事啦 他其實在灌輸我一些觀念啦 就希望我說我認真餓 結果從小也學日文啊 啊 他也有計劃教我一些日本歌 然後 他本來就有打算把我送到日本去 啊 對 你 這個什麼 去控油去給爸爸推過嗎 有 那是怎樣 那是有一次 我應該是國學了三年 還是四年 然後 我都沒時間人去玩了 我也有同學啊 那我跟我同學感情其實都很好 那因為我常常跟爸爸出去唱歌 對 就經常親家 啊 所以 同學就說我們來去控油 那時候我們住台南市嘛 台南市在青年路 大門菜市那裡 然後就約好要去唱不懂 以前唱不懂 不是現在這個 暗瓶港這個 又更紅 那時候我們好像是坐公車去 那那時候我們爸爸說 你要注意喔 讓你兩點鐘 算拜託嘛 讓你兩點鐘 你一定要回來 喔 那我心裡面在想說 兩點鐘怎麼有可能 但他跟他打電話沒去 所以我就真的去了 啊 回來可能沒有搭上那個公車 那很晚他才回到家 晚上才回來 很熟悉 很熟悉 就叫我拿麵湯水 爸爸在日本高 我媽媽還很順利 都沒來幫我餵 我媽媽很不敢 他事後才跟我講 他拿頂端給我講 喔 拿麵湯水 你就拿頂端了 很辛苦 跟你講 啊 這樣 要用電話說就對了 所以他要胡說 他就處罰你 讓你真的很忌 電機在說 你一定要聽話 後來不能再這樣 嗯 所以自從麥汁之後 都不敢假笑 不敢 不敢去試圖 最後一段 我會先把他唱 之後 你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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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要 你很熟悉 你很熟悉 時空交錯 鮑島歌王洪一鋒 與兒子洪榮洪 重新詮釋 1957年 30歲那年的成名曲 三頂 胡九兄 洪一鋒的歌聲 在低音領域最動人 素來有低音歌王之稱 但能够成为公认的宝岛歌王 引领台语歌坛发展 创作品才是关键 回顾洪一峰的音乐录 从小就对音乐有高度的敏感性 高中时期靠着看书摸索 学会自弹自唱 毕业后虽然是进这班厂上班 生活无余 但难以忘情音乐的魅力 不到一年就选择离开 以街头走唱 开启自己的音乐人生 只是街头走唱打赏不固定 为了生活 有时候还要帮人画画才能撑下去 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洪一峰一直甘之如鱼 直到1949年 战后国民政府来台 发生二二八事件后 走唱被禁止 洪一峰开始到婚宴与餐厅唱《哪咖式》 台语歌我感觉真有情节感 都听着台语 听着歌 我做得很敏感很爱 1957年洪一峰结识一生创作八千多首歌的叶俊玲 两人的合作 洪一峰作曲 叶俊玲作词 让台语歌摆脱二等地位 不再翻唱日本歌 拥有属于自己的在地人文与风情 冬水红陷戴启 不只淡水暮色传唱至今 另一首私慕的人 因为取掉情感浓烈 词句传神到位 用爱情故事 完整诠释出台湾歌谣的特性与情感 红片宝岛之后 再由闽南华人的地区 也大受欢迎 音乐上的成功 让影视圈也开始注意到 洪一峰才华 1962年 有台语片商 看上旧情绵绵这首歌 不光是改编成电影剧本 更将片名直接定成旧情绵绵 甚至还邀请洪一峰 担任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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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面 在战组演唱 看那个中文是多漂亮 多漂亮 不光是唱自己的歌 早年许多台语作品 也因为洪一峰 浑厚广玉的歌声 成为经典 从旧情绵绵开始 一直到1974年 洪一峰带着大儿子洪荣红 到日本音乐学校念书之前 这黄金十二年 可以说是洪一峰全胜时期 但随着年纪增长 歌唱事业渐去低调 晚年先是健康状况不佳 行动不变 之后更因为胰脏癌 让宝岛歌王的精彩人生 在2010年正式划下句点